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佛海,一位从湖南乡间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因缘集会去到了东阳留学 此间他经历和接触了很多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分子 对于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主义思想有了一种朦胧的接触 1940年代初,他和汪精卫汪造明在南京 新的国民政府以环都的形式保了江南一块地域的沦陷区的民生和生计 当然,汪政权在国民政府的旗帜上面加上了和平反共建国的横条 而作为整个汪政权的三号人物 周佛海,他为世人所共知的部分并不多 周佛海的简介公开资料 周佛海,1897年5月29日至1948年2月28日 湖南原林人 本名周佛海,是近代中国重要政治人物 周佛海,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建党时,中共一大代表 首任代理书记 后称为国民党党员、官员 抗战时期、抗日时期汪政权的领导人之一 这就是春秋杂志社,成功博周佛海回忆路河边 其中,网易集,网易集序 作者,古今杂志社总编朱普哉 在过去十数期的古今中 虽然名作如林,无篇不经 但是读者所最欢迎各方 所最注意的,当推周佛海先生 之作为第一 第三期的《古学记》 第九期的《自反录》 第十三期的《圣率夜静化沧桑》 每篇文字刊出后 《中日各报》纷纷转载 南北读者竞争购买 这种盛况至少可说是 四五年来国内文坛上所未清的了 周先生的文章事业 早已脏脏于国人之耳目 勿带赘述 他的文字之所以能博得大众之热烈欢迎 依我个人的分析 全在于一个真字 一般人读了《三国志》及《水浒》 传两部小说 没有不对于张飞李逵二人 引以无上的敬爱者 无他 因为张飞李逵二人 完完全全是一个真字的表现而已 我和周先生正式定交 中国人的固交 虽然远排不过是最近四五年来的事 但是义气相投 肝胆相造 远过数十年的固交 这里有一段趣事可有补述的 二十多年前 我和周先生 为了辩论一个经济学上的理论问题 曾在《十四星报》及《民国日报》上大齐比赞 后来邵立子也加入了我的敌方驻战 我因寡不敌众 不得已遂明经受兵 在我生平所教的朋友中 秉性之忠厚 情感之热烈 待人之真诚 行为之狭义 没有一个比得上周先生的 言为心生 他的文字完全是他人格之表现 自信自情 绝无半点虚实 尤其是最近数年来周先生的孤臣 孽子之心 绝非一般普通人所能知道及了解的 不宜天在 娇媚 甚至其长处之间 用心之苦 因而亦坚其敬爱之心 我们为了穷于应付一般读者 补购第一册《古今合定本》的请求 最有出版《古今重书》之计划 现在我们先将周先生专为古今所写的三篇特稿 并附有周先生的文字两篇 汇集出版专辑 作为古今重书第一种 以后并将陆续出版第二种第三种预定 义公先生之归程为第二种 梁仲义先生之 圆区格措谈为第三种 极为推动近代文化之遗注 区区威艺或为一般读者 即关心文化之师所乐文艺 中华民国32年1月1日 朱浦仅逝于上海古今出版社 并名浦源朱浦斋 乃是梁洪志梁仲义先生的女婿 《古今杂志》第十九期 第二篇文章 夫桑即引述当年一个共产党员的追忆 周佛海 《古今》题词 秀间金骨类心上往来朝 汪兆明 由《古今》杂志第十八期 汪京卫先生行实录序言 周佛海写道 我乃是中国国民党的后辈 虽然在更虚以前 还是乡村一个俗童的时候 就文了先生的名 但是直到民国十三年春天 于无意之中才在上海第一次 瞻仰先生的风采 那个时候国共已开始正式合作 共产主要分子有许多 加入国民党 毛泽东也加入国民党 做宣传部的秘书 我那时因为还在日本京都留学 所以还是共产党员 没有加入国民党 我由日本回到上海的时候 赴国民党部党部去看他 当时党部在上海环龙路44号 当我和毛正谈的起敬的时候 忽然一位身材高大的伪丈夫 破门而入 我当时不知道是谁 毛替我介绍到 这是汪先生 一位神养十余年的革命先辈 忽然从天而降 似的站在我的面前 一个渺小的学生 正是手足无措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毛报告我的名字之后 汪先生似乎知道我的名字 和我握手 并寒暄了几句 然后和毛谈了一刻的事物 这便是我第一次拜见先生的经过 这是周福海第一次见到汪精卫 此间介绍的 是毛润之毛泽东 星期年也一户出版 有一天我和张东孙 沈彦斌 去环龙路渝阳里 现在事已改名为明德路了 环龙路就上海南昌路 二号去访政府 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人 俄国人 俄国人吴廷斯基在做 吴大义说 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 虽然澎湃 但是第一太复杂 有无政府主义 有公团主义 有社会民主主义 有 基尔特社会主义 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 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 第二没有组织 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太多 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 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 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 中国共产党 当天讨论没有结果 东孙是不赞成的 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 我和彦斌是赞成的 经了几次会商之后 便决定组织起来 南方由仲府成都秀负责 北方由李守长李大昭负责 当时所谓南城北里 上海当时加入的有少力子 沈玄鲁等 戴季陶也是一个 不过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 他不能加入别党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最初草案 虽然是他起草的 他却没有加入戴季陶起草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草案 这个时候只有筹备组织 还没有正式成立 预备在一年之中 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 先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 然后于第二年的夏天 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 这一年议完了一本 互助论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 直到七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 凑巧是暑假期中 我便回到上海 党务发展得很快 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 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 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 当时陈九明在阅主政 还没有叛变 约政府去阅 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所以代表大会 他不能亲自来组织 广东代表是陈公伯 北京是张国焘 刘仁静 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 毛泽东当时还不是党员 应该是趁了何书恒的热度 提包的 汉口是陈谈秋 包会生 上海是李达、李汉俊 济南是谁记不清了 丁墨春虽然不是代表 却是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分子 也在上海 丁墨春 因为是CY的关系 没有参加一大 有意思 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 其实洛艾岛方面 没有一个人参加 东京只有一个 斯传统 我算是代表斯和我自己两人 第三国际 加派了马林来做最高代表 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 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 当时学生放了暑假 所以我们租住 没有床 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 伙食当然是吃包饭 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马林和吴廷司机也出席 开到第四晚时 究竟是马林有经验 他说明晚一定要换个地方 我们在此地一连开了几晚会 一定会使寻补注意 这里提到的吴廷司机 而当时记载是尼克尔司机参加 这当中充满玄机 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 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 大概不要紧 于是决定 人在原地 那天下午 我忽然肚子大痛大泻 不能出门 一个人睡在地板上 想工作进行的步骤 糊糊涂涂的也就睡着了 大约十二时左右 忽然醒来 看见毛泽东探头探脑 进房间来 轻轻地问我道 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 我害了一惊 问他才知道出事了 原来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面生的人 跑进房来 因为当时既没有卫兵守门 而汉俊佳又是和同乡合住 所以此人上楼 没有人去阻止 他进房来 一看便道 对不起走错了 说完立即返回 究竟是马林击警 他说快散了吧 一定是侦探 于是立即散会 只有公伯 还留着与汉俊闲谈 不到一刻钟 法国探幕 安南巡谱 中国包打厅 把房子围住 义勇上楼 毛泽东以为博文女校 也一定被发现了 吓得不敢回去 在远远的地方 探头探脑 侦查了半天 才敢进去 这些话都是 我以后听见他们说的 毛泽东 吓得不轻 探头探脑 不敢回博文女校 接住的地方 我听了毛泽东的报告以后 觉得功亏一篑 实在可惜 和他商量 明日一定继续开会 但是上海租界内恐怕不行了 我忽然想起 李赫明 也就是李达的夫人 是嘉心人 差一指 李达的夫人 就是杨书惠的好友同学 杨书惠就是后来的周佛海夫人 何不去嘉心开会 于是便立即跑到渝阳里去商议 因为贺明是住在陈仲府家里 我们商量决定 李达夫人明日找车赴嘉心 先雇一只大船等着 我们第二班车去 乘船游南湖 于是连夜分头通知个人 到了第二天 三三两两到北站上车 我也抱病前往 到了嘉心 早有贺明夫人 也就是李达的太太 在站等候 率我们上船 当地的人 以为是游南湖的 也不注意 我们把船开到湖中 忽然大雨滂沱 我们就在船上开启会来 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 并选举陈仲府为委员长 我为副委员长 张国焘为组织部长 李赫铭为宣传部长 政府为道户的时候 由我代理 中国共产党就这样 在烟雨苍茫 湖泊浩渺的孤舟中 正式产生了 当时我们对于这个党 是怀着满腔希望 而且举全副精力去奋斗的 哪知道以后参加了恶劣的分子 遇病遇坏 竟变成杀人放火 屠城喜债的刘斐 和张献忠李赫诚一样的残忍 所以当时第一次全国代表的人物 大步都先后宣告退党 龚伯回阅不久 就赴美留学 无形的退党了 李汉俊和李赫铭和我 在民国13年1924年前后都先后脱离了 刘仁静被开除变成了脱派了 我们当时的最高领袖 陈仲甫、陈独秀 在民国18、19年的时候也脱离了 张国焘在国民党新搅供之事后 在厄东还活跃了很久 但是26年1937年也脱离了 现在在重庆和陈立夫一起做反共的工作 我以后26年秋 民国26年秋 1937年和政府在南京见面 27年春 1938年 在汉口和国焘见面 回忆前程都有格式之感 我们发起共产党的时候 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恶化到 变成刘斐 做勇的人 始作勇者实在罪孽深重 当时的经费是俄国供给的 我和马林见面不是在新世界 大世界 便是在永安公司的屋顶花园 原来民国十年 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 第三国际认为这是宰割弱小民族的会议 所以在伊尔库之客召开了一个远东弱小民族会议 以谋抵抗 中国方面要召集工人 农民 商人和青年的代表六七十人派去出席 时间非常局促 而又毫无准备 记得我毫无办法 商量数次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各大都市 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各都市都派人去召集 长江一带由我亲自出马 到了长沙 住在当时有名的大吉祥旅社 连夜去看毛泽东 他那时在曾公池办了个自治大学 在曾公府曾国藩的池塘啊 曾公池办了自治大学 没有教授 也不上课 而明治为大学 可见得武士运动后 当时文化界智混乱了 他就住在学校内 我进去后 远远看见他在灯下看书 原来是用红笔圈礼后组的词 毛泽东在圈阅礼后组南唐礼玉的词 他看见我忽然到来 吓了一跳 我告诉了原委 便连夜商量办法 三天之内召集了二十余人 当然大部分是青年学生 农民一个没有 工人却有两三个 我分别见面 指定了集合的日期和地点 并分发了川之后 就离开了长沙 在此地也约了两三人 经过南京并不勾留 一直回到上海 这次派赴伊尔库兹克开会的青年 以后大都到莫斯科去留学 后来共产党的新兴干部 一步就是这一批先生们 一步乃是法国回来的 勤工俭学的学生 这两部分人在共产党内摩擦得很厉害 而其势力也互为消长 这是后话 布尔斯维克的历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